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合我们的工具的用法 一件只穿蓝鸡棒 一件只穿黄鸡棒 虽然是震荡高手牌 就是黄色的 好 那这么说好了 我相信接下来 因为越来越接近封关的一个教育 因为只剩下五个工作天 所以大家一定会很多的问题 一直一个一个个冒出来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已经有跟你分享过了 到底要不要报骨过年 要不要报骨过年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我也跟你分享过了 要不要报骨过年 答案在哪个地方 叫做魔鬼藏在细节里 我会跟你分享 为什么我会挑那些股票 来报骨过年 那是要挑多单呢 就挑空单 我要跟你分享 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 然后先深呼吸一下 先深呼吸一下 因为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 什么标你知道吗 如果可以的话 想请导播帮我上几档股票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日内走势图一下 第一个3658的汉维科 涨停板 健安老师 这个不是落势股吗 什么涨停板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很恐怖对不对 涨停板对不对 感觉好像要欢天喜地的对不对 第二档股票 1590的F雅德 不是也是落势股吗 今天为什么又涨停板了对不对 好 好可怕 那今天是不是就要从今天开始 就要大涨特涨了对不对 好 那你一定这样想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上阵 他的日内走势图 哇 那也落塞 跌了79点 9点 好 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日线自己的一个K-pop 我们看他排列 哇 又快要破底了 你知道吗 昨天是不是拉了一个下影线 然后呢 这边也讲 说止跌了 那边也跟你讲止跌了 天天跟你讲止跌了 我就告诉大家 趋势的力量不是一天两天的下影线可以解决的 你最起码要用量嘛 你要用量啊 昨天拉起来有量吗 你光看那个下面有量吗 没有量啊 这样了解 所以拉回来 所以我要给你一个标 江老师 那你这样有多有空啊 这到底要怎么结论 来 让你看 先深呼吸一下 深呼吸你就知道了 江老师 我没有要吓你 你知道吗 来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外资的一个筹码 有看到没有 阿娘要求西医 三千 三千九八口 增加了三千九百口 也就是说如果出估的话 已经顶到三万口的进多单 来 你深眼睛 你深目睛有看过这样的数字过吗 有没有人经常说 我们台义有这句话 你小眼睛有没有看过这么多 对吧 你深目睛有看过这么多的口数吗 你想一件事情 把这个行情护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只是能告诉你说 很多事情是这样 要逆天而为逆势而为 我们已经 那个蓝军已经证明一件事情了 你做不好 人家就帮你换掉嘛 对不对 那到底是不是在逆势而为 不是我能决定的 是趋势决定的 所以这个数字跟你分享 加到三万口 已经加到三万口 这三万口是什么人的读决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对不对 这根本就不是我主意的读决 我已经有剖析给你看了 对不对 好那晚中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因为很重要的 就是戏越来越好看了 真的 有时候如果假设我们做不赢的 没关系嘛 你一直在扒我嘛 没关系 那我就跳脱出来看 我就看谁扒谁 对不对 所以戏越来越好看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些口述一直在增加 我感觉有一个人 一直要逆着趋势而做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能提供我给你一个专业看法 所以戏就越来越好看 所以我给你一个结论 叫做摩台结算后 行情更精彩 这之前江老师有下过这个标 对不对 摩台结算后 行情更精彩 该怎么样都已经怎么样了 对不对 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该转的都转了 那我有跟你分享过 对不对 拉高结算 有利多方还是有利空方 很明显的拉高结算是不利多方的 我有跟你分享过 对不对 那这四天 请问一下摩台结算的这四天 都是维持在高档 那你觉得呢 那你觉得呢 了解 所以也就是说 你硬要户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意见 因为那是你的钱 那你高细 你要怎么户就怎么户 但是就以长远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样子 画下去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 所以要跟你分享一个数字的 来 摩台指的一个法轮化当成本 305.8已经确定空方获胜 而且是大获全胜 今天即使小拉高了50点 他还是赢 人家还是赢 你知道吗 赢了 这个已经不是用手指头 可以算得出来 刚刚师傅人说 教育是手指头算得出来 这赢的钱没有办法 太多点数了 你知道总共 人家未平常量大概都14万口 到16万口 人家一口大概赢了五六百点 你看人家赢多少 很恐怖你知道吗 好 那完了这时候 这不是重点 因为那时候过去 火车过了 本别没效了 来 一家 二月份的法人换账成本 摩台指你想知道吗 来 一家 二月份的法人换账成本 二叉叉点叉 江老师你这样不专业 总共四个数字 你只公布一个数字 我哪猜得到 不要猜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猜 江老师会找时间 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摩台指的 二月份的法人换账成本 是二叉叉点叉 所以就以出锅的位置 很尴尬 大概这个 就是很一点点的一个位置 这边大概是摩台指 这边大概是台指旗 就是在这么样一丁点 也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大概差一百点左右 那我们如果假设把它 黏在一起的话 就是法人换账成本 只有一个 不管是台指旗跟摩台指 现在它看起来是合合而为一 那合合而为一 我有跟你说过 要不然就是在那边上下震荡 要不然就是单向的喷出 会往哪个方向喷 我不知道 我不是神 我也不是控盘手 就等到喷出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他的屁股 我们后面去压就对了 这样了解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跟你讲说 现在的行情 戏真的越来越好看 我还是一句话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 就推展观望 那个看人家表演 看人家人 你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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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三万口 三百九 不要过来这么多口 你不要以为那是真的 我还是要提醒你 那你真的不要以为它是真的 所以结论是还是这个 加权指数 就以日限期的一个K棒来看 我的看法 它还是在区间震荡 还没有脱离区间震荡的一个方向 所以它要往上喷出 还是往下喷出 不是建议老师决定 是盘式决定 是市场决定 是工具决定 工具自然而然会告诉你 如果往上喷出 会用红K棒表示 如果往下打下来 它会用蓝K棒表示 所以不要去猜 不要去押 我相信这时候 有一定很多人跟你讲 有看到没有 要开始攻高了 又要八千点了 又要九千点了 又来了 那完了之后 跟你讲 那要小心崩盘了 又来了 我比较中心一点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要贴着盘面 因为它就没法让它落下来 你如果我倒了 你每天航空有用吗 它就硬定要给你撞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要贴着盘面 它现在就是一个 区间震荡阻盘 是没有方向的行情 所以法人换账成本就很重要了 法人换账成本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真的就不知道 它会往哪个方向 去做喷出的动作 这样OK吗 OK了 所以请你记得一定要知道 那再几天的话 简老师会跟你分享 法人换账成本 到底换在哪个地方 所以最后的一个结论 还是一样 戏越来越好看 然后磨台结算后 行情更精彩 在还没有改变 调性 还没有改变惯性之前 就还是以震荡高手盘 试之操作难度很高的行情 你了解 所以解决这件事情 行情我已经跟你解完了 其实说穿了 就是要提醒大家 很明显的在做压缩 多也在做压缩 空也在做压缩 感觉好像就集结 就是大军 要给你大干一场那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 那个feel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以为没有量 就以为不会大干一场 哪一天真的往哪边喷出的时候 你就压错边了 所以请你记得一定要耐住性子 运用正确的方法来看方向 OK 好 那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当冲 好不好 你今天当冲 到底是怎么冲的 来我跟你分享一下 今天多空加上的点位 7837点 你又不会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 等一下我跟你讲 7837 所以知道这个数值之后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 K棒的一个排列 所以还是要学会跟批从交易法 请你记得一定要看冲价量关系 来 今天的高低价差 今天的低点7793 今天的高点7903 所以高低价差的话 将近是110点的价差 110点的价差 那刚刚江老师有跟你讲说 7837 对不对 有没有很神奇 在这个地方 打到这里 真的就点到 又不扭起来 那你这是这样 拌坏 全市场的钱都被你赚光了 你才开心 那你再打下来 那都打上去 所以7837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价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工序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是内走势图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工序的画面 到底是长怎么样 一定要看懂 那个K棒的颜色 来 所以谁空盘 前两根是空方空盘 大部分的时间是多方空盘 来 只有一瞬间 在这个一瞬间 大户是做空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做多 好 阿斯坦户有没有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多 来我们看一下 运用工具的画面要怎么做 很明显的 江老师有教大家 对不对 黄K棒 转成红K棒 你可以在这一根 如果假设你运用工具当中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做多 然后遇到乖离讯号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调节一下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把那个多单平昌 今天如果假设你运用当中的话 就这样 就这样 但是请你记得 今天你会赔钱的一定是追在这里 请问一下工具是叫你追这里吗 追这里 如果假设你追这里 你运用工具的话 还看到乖离讯号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我认为是不对的 所以方法就这么简单 那江老师今天选择做什么动作 因为江老师选择做波段单的 那波段单的一个方向 我有去跟我们的学员讲过 这边框起来 那边扒来扒去 那当然今天江老师 就把我们的速度放慢一点点 选择观望 就这么简单 你了解吗 所以看戏 有时候看戏也很精彩 我们就看到底谁修理谁 真的是这样 逆势 在逆势吗 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谁会赢 所以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时候 就像江老师跟你分享过 这个礼拜江老师也是操作不顺利 但是不要害怕 为什么 还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 来面对多空 为什么 当你觉得感觉天快塌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自己脏歪了 所以不要说 你调一下就好了 稍微调整一下 就调一下就好了 没有人会天天赢 也不会有人天天输 没有那么落叉 所以当你感觉天快塌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你自己脏歪了 那脏歪的意思是什么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你的节奏 改变一下你的方法 不就是这样吗 你知道吗 江老师真的很用心 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横盘整理盘的时候 也许就是在那边度孤 五点钟在那边度孤 真的很浪费时间 我真的不跟你分享 江老师在大学的时候 我快要像那个丁超老师 怎么跟我讲大学的事情 好 江老师在大学的时候 你也知道大学生都会翘课 对不对 但是翘课的时候 我最讨厌翘课完之后回宿舍去睡觉 那真的很浪费生命 你知道江老师如果假设那天我有翘课的话 我真的是在打电脑 所以我跟你讲 台上只有两个老师会写程式 我就是其中那一个 了解 台上只有两个老师真的会写程式 coding和program的部分 就只有江老师跟另外一个老师 了解吗 所以江老师不喜欢浪费时间 所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 其实横盘整理盘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怎么办 江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 透过盘中教训 工具有一个功能 叫做盘中教育学的功能 江老师都在跟我们的学员沟通 怎么样把交易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没关系 站歪了就稍微调一下就好了 没有那么落差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吗 方法对了 调整一下 节奏调整一下就OK了 所以什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我的看法还是一个 好好运用什么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固定 剩下的请你按表 操课最重要 所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活动 什么活动 江老师你每天说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问题是我又没有天然的最好怎么办 我教你好不好 江老师跟你分享 有一个活动就是要告诉你这些东西 什么意思 封关前最后一次全省啪啪照 你想一件事情 封关前还有愿意老师这样子到处跑的 我看一下真的很少 江老师真的是念字在字的是出去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 大家都知道江老师有在念经学佛 对不对 其实出去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正确的观念 其实说穿的那叫法布斯 了解吗 就是出去讲观念 就是把正确的观念带给很多的人 那讲一个人就一个人是一个人 就两个人是两个人 就是这样 了解 所以封关前最后一次的全省啪啪照 就是要告诉大家 魔鬼藏在细节里 要教你怎么样选股票过年 我会告诉你空单怎么报 我会告诉你多单怎么报 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 所以总共有台北台中高雄市场 三场免费的活动 年后行情规划 震荡高手盘 我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进奇卧市场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如何精选股票爆股过年 然后进赌场是当装家好 还是当赌客好 最后我刚刚有跟你说过一个数字 很重要的数字 魔台子的法人换仓成本 江老师不是要跟你分享这个东西吗 所以要跟你分享什么 如果假设你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认为不管是在年前或是年后 你大概心里有个底的 说对 现在这个素衣差不多站在哪里 你大概心里就有盐量 到底是我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还是要观望好 你大概就知道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 这些topic有兴趣的 请你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我认为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对你在操作期货跟操作股票 一定非常有帮助 所以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不顺的 注意一下广告里面的内容 对 好 这是在今天行情的部分 至于在筹码面 刚刚有看过 那个外资在期货市场 奇怪又惊人的数字 那在现货的部分 江哥带大家掌握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手板的部分 看一下外资筹码 这真的是要拉高结算 不想给你们看 好 给你们看 现在是手板的 好 看一下 三大反应总共买差了53亿 买差了53亿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部分我们就稍微中心偏多 来 其实恐怖的东西是在这边 真的好恐怖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要消杀了 你知道吗 要相杀了 你知道吗 要消台 你知道吗 外资已经把多单拉到3万口了 也就是说感觉好像在那个什么 在封关之前 好像大概一个事业一样 一番事业一样 就像我们马英九 跑去太平岛 总是要残余的价值要弄一下 好啦 我们就是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所以这个数字 我们就稍微中心看 因为我认为那不是外资的一个多单 我认为那个不是 好 来 三大法人在选择选了一个部分 进多单8400 进多单8600 所以这个部分 拉起来的时候就跑光光了 很明显的 跑光光了 为什么 凭空操作 凭空操作 今天拉起来嘛 大家都在跑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中心看待 好 那扩勾 ratio的部分 又拉到1.17了 所以中心偏多 中心偏多 好 倒是散户多空的力道 一路在看空 负17.9 结果一路在往上 所以看起来 这应该是实质的 我认为这应该是实质的 一个散户在做空 所以请你记得 不要跟趋势作对 有时候 我常说过 你要尊重家里那一只猫 为什么 人家有钱 虽然那个钱 是我们大家的钱 但是硬要护盘 你也没办法 捍卫科可以拉掌停板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请你记得 一定要尊重控盘手 所以该盘整 我们就是盘整四肢 千万不要一气用事 所以K棒的颜色 跟大家做交代 黄色的K棒 大盘的日线级K棒 仍然是黄色的K棒 也就是震荡高手盘 静带变颜色 往上一定会变红色 往下就会变蓝色 不要去猜 没有人知道 下一根K棒怎么走 你相信江老师 现在如果还有人 跟你赌就往上往下 那真的是在骗你 因为很明显 那就卡在这里 到底谁会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 不要去猜 顺着当下的关心 去操作就可以 享受当下的关心 OK吗 OK 所以第二阶段 江老师就把 加权指数的日线级K棒 的颜色 跟大家做交代 对 好 至于在选股部分 江哥刚才特别提到了 今天很奇怪 今天平常很弱势的 今天工上涨停败 然后这个股王大力光 今天涨了也4% 是的 结果IC设计 今天连电也带着头 然后一群IC设计都在涨 还有像是那个 明明财报不是太漂亮的 平盖也在涨 感觉今天这些个股 这样霹里啪啦涨 好像行情涨很多一样 但是这些股票 可以套下去吗 好的 这时候来 如果看到一个人溺水的时候 你要掉下去救他 还是不理他 等等要救他一下 要发握我们人性的本质 对不对 所以江老师要跟你分享什么 来 我们先把整个操作的节奏 把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的节奏 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如果现在是一个空方格局 我讲的是大盘 是一个空方格局 你就用气的把它吹到死就好了 做空落势骨要用锥的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 我明明的告诉你说 横盘格局的时候 请问一下是用气的吗 我看你用气的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空落势骨OK 但是你要反弹的时候来空 你要做多强势骨也OK 你要等它回档的时候接 对不对 我有跟你举过很多的例子 2356的音乐达 352的同次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要做多强势骨 你可以等它Q回来的时候再接 同样的道理 你要做空落势骨的时候 你不要再一个气 反弹的时候你会变得了 了解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658的汉微科 好 我要表达一支什么 来 这样有改变什么走法吗 感觉好像也还好嘛 对不对 除非你是空在这边 空在这边你就会痛 但是你空在这边 有什么好痛的 随便你拉嘛 看你多爱拉嘛 对不对 为什么 你给它缩小一下 6个月的平台 6个月的平台 你有本事就拉到平台上面吗 不要不要说拉到平台上面 你只要拉到平台的下缘就好了 你只要能够拉到平台下缘你整个趋势就会改观 你要拉到多少你知道吗 1,017块 1,017块你扭啊 你落下扭 你不要以为护盘不用钱 护盘也是要钱的你知道吗 所以要拉谁来当电贝 就算了 你说这个跌身反弹 一样可以抢肉来 你进来进来进来 他去那边再倒给你 最好是真的是这样吗 来2409的友达 不是就是这样 每次都都互半套的 拉得好强哦 你去打开报纸 那阵子都要讲什么 每个人都跟你讲什么 这边也并购 那边也并购 没有 全部的人都感觉好像全世界的 台湾的产业都被并购 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 结果呢 感觉好像有谱了对不对 你冲进去做多 哇 不好意思 倒退了 那时候是10块超过 现在纯8块 纯8块 哇 两声都没了 所以谁在帮你 江老师都在告诉你说 不要被磐士所迷惑了 那一只手顶多 只是让它下跌的力道变小而已 了解没有 它没有办法改变趋势了 趋势就是趋势 这样了解我 所以我们多打几档 股票给你看 6176一个瑞宜 江老师真的是 你知道吗 我最近常常开自己玩笑 我就好像是那个什么 这个就是叠声反弹的救星 因为我只要点名的个股 那个感觉好像阿杰同学 都会去拉他一下 好啦 没关系啦 6176你去拉吧 解救一下我们的痛苦的同胞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多单在这边 有本事你就拉个两根掌停板 让我们的散户解套吧 有本事你就拉吧 趋势还是趋势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你硬价逆势而为的话 那只是把钱用光了 2881的一个富邦金 还是弱势 2882的国泰金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真的我这个 这个一定要把它表光 以后我们每天拿出来笑 有没有看到12月31号 拉了7% 有用吗 一根红K棒掉了 我要倒退路 有用吗 这是钱 这是钱 所以你拉散户来当电贝的 有用吗 我的看法真的没有用 所以趋势还是趋势 好 那有没有强势股 当然有啊 2356的音乐达 不要用追的 要懂得回来的时候再接 3552的一个同志 有没有强势股 有啊 6238的一个胜利 有没有 光听名字就很胜利 一直冲出去的胜利 这样了解吗 所以方法不对 就请你退场观望 否则江老师跟你分享 一个活动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封关前最后一次的 全省啪啪照 就在跟大家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魔鬼藏在细节里 要跟你分享 年后行情怎么规划 震荡高手盘 操作的策略是什么 进取货市场 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如何精选股票过年 最重要的请你记得 注意一下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我认为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对你的操作期货 跟操作股票 一定很有帮助 对 好 观众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新年头就年尾来个好彩头 运用工具 勤勉赚钱功夫 全面量化与您有约 1月30日台北 1月31日台中高雄 022506 6808 022506 6808 打造你的城市进阶里 闻门带起来 缩身科技再进化 隐形体雕新概念 360度隐形贴合 无痕体雕 找回你最美的体现机 请向往搜寻 Mollyfeet 玛丽菲森 秋冬补水 热热喝好气色 万丹红 红豆水 去寒进补 暖呼呼 清热解造 爱见一人水 Epsin咖啡因洗法录 德国最畅销的男士洗法录 已经上市 Epsin双效咖啡因 抗头皮屑洗法录 含抗头皮屑效果 Epsin双效能 强健发根 及对抗头皮屑 德国发现工程 专为你的头发 每天使用 并在头发上停留两分钟 万家乡纯加酿酱油 使用非基因改造黄豆 百分之百纯酿造 原料单纯 万家乡飞机改系列产品 是您安心的好选择 一家烤肉 万家乡 世界前最沙 烤原尊爵精品特卖会 百万精品名表名牌包 GIA钻石全面艺员起标 来侦授现金开运红包 iPhone6s天天冲 烤原资绝大饭店 1月29到31 只有三天 想购专线 0800268777 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 帮助入眠快乐满点 快搜寻乐活香蕉 新年头就年味来个好彩头 运用工具 勤勉赚钱功夫 全面量化与您有约 1月30日台北 1月31日台中高雄 022506 6808 022506 6808 欢迎回来 今天起火其实是开低走高的 那如何掌握这个中间的高低差呢 在做当创的部分要怎么来掌握 把时间交给江阳哥 好的江老师教你 其实很简单 来我们看一下工具的一个画面 来这是台子起的10分钟的K棒 开盘是在这个位置 收盘在这个位置 今天会赔钱 只有一个人会赔钱 为什么 因为追多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赔钱 那请问一下 工具是告诉你这边追多吗 并没有 工具要做多的话 是第二根K棒 江老师教你的 黄色的K棒 转成红色的K棒 下一根的开盘价 进场做多 那你在这个地方 遇到了一个乖离讯号的时候 maybe你可以做调节 或者是等到黄K棒 再做调节 这样就好了 今天就做这样 就做这么一趟就可以了 不用想那么多 这是当中的一个做法 那今天江老师 做了选择的一个方法 江老师把我们的速度 放更慢一点点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就是做观望的动作 你看今天这样洗刷 刷其实也蛮大的 这样了解 所以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我的看法还是这句话 当你感觉天快塌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也许是你自己站歪了 也就是说乔姐 诸谁乔姐 知识乔一下 应该就OK了 所以江老师 那个知识要怎么乔 来我跟你分享一个活动好不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江老师跟你分享 年后行情的规划 到底要怎么规划 震荡高手盘操作的策略是什么 进期货市场 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如何精选股票 报股过一年 所以台北台中高雄 三场免费的活动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注意一下中场广告里面的讯息 因为广告里面的讯息 来到那个活动会场的时候 还要跟你分享 磨台子的法联换成本 这个很重要 最后来 明天的一个关盘重点 明天的关盘重点 多空交战的点位 仍然是这个超起来 7837点 不用等明天8点45分了 直接告诉大家7837 明天当中的时候用得到 对 好 听给大家 陆股呢 在刚刚用持续的往下跳水 现在来说 还是要看国际行情 更多分析 明天同志间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by bwd6